我們這個那個自建物的部分要把房屋就是自己拆除了之後 就裸露出了這個空間我們就可以看到王大哥他小時候啊這個樹中屋 屋中樹 然後為什麼講屋中樹呢 這棵大樹他就原本就在這個後來搭建的房舍裡面 那我們那時候有找就是植物學相關精彩的老師 他就跟我講包括我們現在面前的這棵大樹還有前面往前走的棗樹 都是當時日治時代就種下的為什麼呢 因為可以看到我們的老樹啊他因為房屋的結構長就是會受到結構的影響 那如果說那個樹是種在就是房子所建設之後啊就不會有這樣的影響 就不會有這樣子的你看樹的這個建築物講的那個狀態 然後所以這棵也是我們這個區域很重要一定要去受樹木保護的老樹 那就現在來說的確那個我們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他們都還沒有去 他有他可能有請技師來看說喔這個社區裡面有什麼有什麼有什麼老樹 可是卻都還沒有去指定他這樣這是比較可惜的 那我們現在也在準備資料來提送這樣 那我們再往前看 我們台北市保護老樹這個條例的話他是一定平衡嗎 他是一定平衡嗎 因為有三個條例之一 各位知道這個條例嗎 一個就是他的那個胸圍 一個就是他的年紀超過五十歲 就是樹超過五十歲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他的那個胸肌 大概離地一百三十多分 量起來有超過兩百五十公分 他就是可以符合我們這個老樹 而且只要符合其中的一個不是三個 各位其實Google一下 然後就樹的直徑八十公分 對八十公分 乘以三點一次就好就 那是五十歲 超過十五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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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米 聽說這裡面只有一棵被指定為老樹 是不是就是這棵 不是 對不起 如果有那個文化局有那個 有幾年有經過幾乎有一點是 講調查啦 因為不算普查 就會掛牌子 各位會看有掛那個一種牌子 就是按照王霍老師的條例 幾幾號還有編號這樣 為什麼這棵沒有被 為什麼這棵沒有被 因為之前 他們 據文化局的說法 它是說它有列策 但是 一直都沒有指定的原因 我還不知道 然後 那在前面 光明禮的部分 啊 我們這裡就是光明禮 然後那在前面 就是686號 你們可以上文化局的網站看 那 可是相對來講的話 我們臨近其實還有很多樹都比它還大 可是也沒有被指定 這是一個蠻 就是 應該是說當時最早十幾年前 在做這個 整個台北市所有樹木普 普調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先挑一個區域 就一個一個重點 先 先指定而已 是 好